好,第一个问题就问了你 其实你预期港式什么时候价呢? 我想,其实你看看港式 究竟什么时候跟美式价 其实就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指标 看到这个指标可以了 港式港式价价是很难的 其实看回,如果我们计算90年代以后 美国四字价价价周期 每一次来说,有一个趋势就是 港式跟美式价价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 第一次来说,可能是在1994的时候 美式价价,港式基本上是立刻跟 但是后来每次开始就发现 不是很跟,即是没有听话 你见到,比如说上一次美国加息 不是算这次,对上一次 2015年10月底第一次加息 香港其实加息是2018年9月 所以你说其实两年多时间才加 所以其实不跟 为什么呢? 最主要是因为始终香港的资金是充裕 相对的,流动性宽松 因为正正当时就可能是 一个大中华区,一个中国的 一个中国区的概念 令到流入,所以其实有资金的充裕 但是今次我估计可能会比较快 譬如刚才有几个指标可以看的 譬如说港元的银行体系结余 上次来说去到7,100亿就加P了 现在去到1千亿也未到 所以仍然亦辞致 但是若照近期的速度来说 其实去到1千亿也很快 第二,我们再看回究竟P 应该香港的评计是5厘用的 就是最优域率 和港元的资金息息差多少 现在对上几次 其实都是当最优惠利率和一个月的测试 可能相差大概200几个点子 就有个加P的税求 现在其实还差400几个点子 所以我估计可能去到 如果你看到近期测试的趋势 估计可能在第三季尾 香港9月或者第四季初 我想P应该理论上应该有机会跟随美国 甚至乎跟随后未必一次 因为其实你看到美息和港式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根据美联储的加息部分时间表 再加多0.75 然后再加多0.5 再加多最后两次加0.5 其实可能去到年底3.25-3.5 港式等于5的话 其实差2.5是很大的 所以可能不止加持 可能会对上再上一次加息周期 可能是连续加上去 所以可能在第三季内 第三季尾最快 你预期第三季 就是香港的prime rate 就会跟美国加 如果真的开始加 和预期的加速 都可能都会急 譬如对香港的银行的经营 或者对银行股 或者对本地地产股 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 我想其实你说香港加P 心理因素 都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其实香港都很久没有加P 我想对地产股 可能早期会有个心理影响 但是实际上 其实我想地产股本身 现在已经开始消化这个消息了 你看地产股的走势 甚至说本地银行股的走势 其实都是相当疲弱的 我们即使加息对银行的利息差也好 应该会确阔 应该对银行的利息也有帮助 但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 经济环境 云观经济不配合 楼市成交减少 你息率加了 你的量不在 其实你的生意可能都会受影响 所以其实你看到 其实现在这两个行业的股价 已经是开始反映香港会更加息 还有香港下半年的经济经贸活动 可能比较相对疲弱的情况之外 其实这两个人会开始反映 所以到正式加息的时候 可能会有个心理上 可能会有一个下跌的波幅 但是是否不断抗插下去 我觉得未必了 到时真的要看看 究竟香港的P加的幅度 是时间表是怎样的情况 究竟是短期 可能一个月一次 可能会影响比较大 如果像上次 比如说上次香港加息周期 加了P加了时 其实加了一次后 没多久就停了 再减下息 所以其实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我觉得今次 应该不会像上次那样 加一次停手 这个大家可能都要 握紧扶手 站稳一点点 是啊 好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